自从去年40岁的马克龙成为了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以后,他和妻子布利吉特的爱情故事就被扒了出来。 当初还在上高中的马克龙,仅仅只有16岁,但爱上了充满着智慧的自己的老师布利吉特。 来,话终点啦,当时马克龙16岁,而布利吉特已经40岁的,也就是说两人相差了24岁。 故事的开始就如同小说中描写的一样,本以来就是16岁的马克龙情窦初开,出自于对老师的崇拜之情。 没想到,这个小伙子可是认真的,马克龙的父母发现了自己的儿子正在恋爱,本以为马克龙是和布利吉特的大女儿Lawrence在恋爱,因为Lawrence比马克龙大一岁,是同班同学。 所以,重点又来了,马克龙和布利吉特的大女儿是同班同学,马克龙的父母很少露面,这是当时马克龙当选为法国总统时候的父母到场的画面。 当时,这对父母其实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,难以接受自己16岁的儿子,爱上了比自己大24岁的老师。 马克龙的父母在这个震惊的消息时,吓得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,而布利吉特当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,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。 而后来布利吉特的小女儿Tippin透露,当时姐姐Lawrence回来跟母亲布利吉特说,班上有个什么都懂的男孩子,其实你演员一听就知道,女儿也是对马克龙有好感啊,这就尴尬了。 小编也想知道,当布利吉特听到自己的女儿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,那些是不是崩溃了呢? 其实布利吉特的大女儿Lawrence也是才貌双神啊,而且长得非常像妈妈,从Lawrence就可以看出,其实布利吉特年轻时候也是非常美的,逐渐都已经65岁的布利吉特,心态好的像个小少女啊。 接下来继续马克龙16岁时候的故事,马克龙的父母为了阻止他和布利吉特的进一步发展,强制性让马克龙转学了。 小编这时候就想到电视剧里的情节了,没想到生活还真是来源于艺术。 马克龙领走前和布利吉特说,我会回来娶你的。 果然,没有失业的马克龙,多年后娶了布利吉特,人了小时候的梦想啊,人生也是完美了。 所以当时16岁的马克龙并不是一时兴起,是真爱啊。 从此以后,后面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,布利吉特如今化身是毛达人啊。 穿衣打扮完全不像65岁的老奶奶,和马克龙一亮相,就是秀恩爱的节奏。 然而,当时那个也看中了马克龙的Lawrence呢? Lawrence真是才貌双全的智慧型女人。 Lawrence后来成为了法国非常富名的心脏病专家,对于比自己还小一岁的继父,那是尽全力支持啊。 Lawrence有了自己美满的家庭,看着身材和气质, 真是不比美国的第一千金一万卡差,而且是个真学法,有个帅气的老公,还有两个过小的孩子。 Lawrence的气质和身材,真是随了妈妈布利吉特啊。 如今65岁的布利吉特身材简直就和年轻时候一样,其实看Lawrence的身材和妈妈真的是一样的。 第一夫人布利吉特也穿过这样类似的蓝色连衣裙。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,Lawrence真是随了妈妈,而且高智商也是随了布利吉特。 其实大家只看到了布利吉特,比马克龙大了二十四岁。 殊不知,布利吉特在马克龙当选总统的道路上,出了不少例,外媒这样来评论。 如果没有布利吉特,马克龙也当不了法国总统。 不得不说,马克龙对自己的妻子布利吉特可是相当宠爱,所以布利吉特也是越过越年轻。 这样的粉色裙子,穿上后笑起来,真是像个小女生啊,看布利吉特这完美的腿形。 开比模特,六十五岁的第一个夫人踩着这么高的高跟鞋也是毫无压力。 不过真不累,不得不令人羡慕得到真爱的布利吉特。 如今布利吉特的三个孩子和七个孙子辈,和马克龙组成了其乐融融的大家庭。 虽然马克龙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,当时把布利吉特的孩子们,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。 不过有些年龄上的尴尬呢,马克龙比布利吉特的儿子和大女儿都要小,然而这又算什么呢? 真爱无敌,声明,文字原创,突遍来自网络,如有亲权,联系删除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